不最可发的武器已经不是原子弹轻弹这些武器了 传说中美国有一个哈勃计划 甚至可能是毁灭地球 美国的哈勃计划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呢 我们又请斯达介绍一下 HAARP即高频有源极光研究计划 位于阿拉斯加半岛的加科纳 是美国空军海军资助伊斯特兰主持的试验基地 于1994年动工修建 占地13公顷 其高频有源极光装置的天线阵网 共有180根主天线 每根20至30米高 主天线之间是密如珠网的副天线 地下密布各种配套设施 HAARP的天线是一个大功率电磁波发射装置 发射功率1000亿瓦 2005年伊斯特兰亲率HAARP项目的科学家 在五角大楼内为将军们进行了一次模拟演习 时间设定在2030年 地点为南美某国 该国拥有数百架各型号战机 其中包括数十架俄罗斯和中国研制的最先进战机 该国准备对美国的战略目标下手 美军决定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 随后五角大楼一声令下 无人驾驶的空中飞行器在该国上空制造出漫天无云 紧接着该国军事基地上空下起了暴雨 与此同时美军利用激光制造闪电 致使敌方战机根本无法起飞 就在该国军方望天星探之时 一架架美军轰炸机接连起飞 演习结束后 伊斯特兰和七名军官向五角大楼提交了一份提为 让气候成为一种力量倍加气 2025年掌握气候的研究报告 伊斯特兰在报告中指出 气象战技术在今后30年里逐渐成熟 它将使美军拥有改变气候的能力 届时美军将能通过实施人工降雨 使敌军阵地洪水肆虐 制造干旱 使敌人淡水匮乏 制造飓风 使敌国城市变成废墟 利用激光制造闪电 以击落空中的敌机 或使其无法起飞 利用微波把热量传到大气中 干扰敌军的通信及雷达系统 这听起来 美国的哈勃计划确实是够恐怖 有消息称 说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危险 最疯狂的武器之一 甚至可以使地球面临毁灭的危险 那么哈勃究竟是一项 什么样的计划 它的威力是不是真的可以大到毁灭地球 首先一点 现在我们的所有的新闻报道 包括现在大家都是对它的一种猜测 猜测 而从美军自身来看的话 它认为我是一个科研计划 而且它一场这个科研计划 打的是和平的目的 他说你看南极现在抽氧成 发现一个大的空洞 如果我这个哈勃计划能做好的话 我能够把这个空洞给它弥补了 这是它所谓的民用的修补计划 它说来说去 实际上都是朝好的方向来说 但是有人研究过哈勃计划 它主要通过这样树立起来的 这么多的一个高频电磁天线 来对我们大气层里面的电离层 来进行这种干扰 比如我在电离层 对它施加更多的影响 它就会形成这种等离子云 这种等离子云的话 在某一个区域形成的话 就会造成某一个国家的通讯设备的失灵 你的所有精确制导武器的失灵 甚至你的通讯等等 都陷于是一种无用的瘫痪的状态 另外如果我对电离层施加影响的话 它势必会对平流层 以及对流层施加影响 对流层是整个我们地表的气象变化里面 最核心的一点 通过这种方式 来造成这种气象的一些影响 我担心的倒不是说它对局部地区的气象条件的一个改变 但是最可怕的一个情况的话 它有可能导致我们人类所生存的地球的磁极的变化 当美国研制的哈勃这个计划 如果它的电磁能力功力发挥到一定极致的程度的话 它会导致整个电离层的变形撕裂等等 会直接破坏这个磁极的 哪怕是偏离了这么几度的话 都有可能导致全球生物界的一个灾难性的回復